每一次碰见朋友 朋友问我这个事情 我每一次 我现在当笑话说 但是我当时我每一次都是两寒眼泪 一直在说 演戏演得最多的时候 当然一方面片酬很好 一方面可能也有做演员的不安全感 就是趁你红的时候你应该多赚一些钱 那到了一阵子以后 他突然就想要演某一些类型的电影 可是这个好像没有人找他演理想的角色 结果他就自己出钱拍了一部电影 叫做四面下挖 果然让非常多人刮目相看 可是赔得很厉害 你那时候以为会赚吗 会 那个电影看起来不太像会赚钱的样子 你为什么觉得会赚 因为当时以为我可以控制那个预算 不会花太多钱 对 因为我借了那么多 然后我外面的可以收那么多 就是打平 但是我没有经验 完全没有经验 人家说拍不完 然后我去买那个片 然后拍不完 就没有抓紧那个进度 就是这个方面亏了很多 那你四面下挖有赔到你哭吗 赔到哭 哭啊 你知道啊 你的支票啊吗 支票英文叫check check 我有一个花名叫 签check下挖 不是四面下挖 还是签支票的下挖 对啊 我们叫签check下挖 就是人家放工了 已经下班了 我还要现场签给那个工作人员 然后我做完 演完这个戏 然后上完了 我还要付那个 冲那个底片 还要付那个广告 配音的 哇 每一次 十几万 十几万 我有一次 每一次碰见朋友 朋友问我这个事情 我每一次 我现在当笑话说 但是我当时啊 我每一次 都是两寒眼泪 一直在说 我这样 我每一次跟人家说 我的两寒眼泪 很自然就流下来 我未来的朋友 我还辛苦赚这个钱 就是这个 也不能喊停了 就太迟了 对啊 一直签支票 对啊 过了很久 我还是会哭 那你签支票 过了97年 我还记得 我95年 96年上 97年 我跟朋友说 我还是会哭 因为没办法赚回几百万 多难去赚回几百万回来 当时开始香港的电影也不景气了 可能是因为你拍了四面沙娃以后 才有那么多电影 你会觉得说 李俊如是可以 对啊 非常认真 还有看到四面沙娃里面 也可以扮演很多角色 所以他们还有 其实四面沙娃 真是带给我另外一个录 比如四面沙娃 是个故事里面 有一个我是演一个 Lesbian 一个Tomboy 然后洪青十三妹就是 那个角色 对啊 然后可能有一些角色 就是他们会看到我 可以演一些感情戏 所以你帮你自己拍了一部 很贵的广告片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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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карт 对的 觉得 是 可以 广告片 想 我 不要 donation 针